这是小米对讲机ES 这是小米对讲机3 4G版 它们俩外形看起来 正面看起来差不多的 按钮排布已经区别 侧面看起来这个3 4G版 会有点厚ES的 非常的薄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对讲机 先说一下ES的优点吧 我为什么买它 第一个就是 我想拍这期的这个对讲视频 对讲机它本身就是一个 可以拿在手里的电台 所以它会不受这种运营商的网络限制 然后也没有延迟 所以你这边说话 那边基本上是同时发出来的 所以你在类似于跑山这种情况下 前面的车预警说后面 你不要超车 或者你可以超车的话 它是随时的 它不会像这种 如果你用微信对讲的话 大家都有个明显的感觉 就是它会有一秒到两秒的延迟 它是不用依靠服务商网络的 所以还在这种自然灾害和人非常多的景区 或者这种地方 它还是比较靠谱的 因为滑雪的时候特别不方便拿手机嘛 然后你也不方便点一下听 到底是谁给你发的语音 都可以别在帽子上 因为它功能非常的单一 所以它的待机时间很长 它能达到100多个小时的待机 所以你可以一直给它开着 然后它可以用5天合作的时间 一直对讲的话 是可以达到6个小时 如果你微信开着一直对讲 2个小时就没有电啊 使用小米对讲机和其他品牌的对讲机 只要你们在一个频段内 就把那个调频调成一个频段内 你们是可以互通的 你可以加入其他的这个手牌的群组里 但是这个东西因为只有小米有 所以对方也必须得有小米对讲机3SG版 当然这个ES它有自己的缺点啊 就是它对讲机天生的这个功能向的不足 比如说因为它只有3瓦的这个发射功率 所以它的天生对讲距离是1到5公里 城市里这种信号比较复杂的情况 它的距离又短一些 在野外的话没有山遮挡的话 可以达到更长的距离 因为大家都用的这种民用频道 所以它的可用频道的这个范围会比较少 所以你很有可能会和你家楼下的保安 共用一个频道导致串台 然后你听到一些 然后再讲讲这个小米对讲机3SG版 4G版的话它就不会受这个距离的限制 有4G信号覆盖的地方 5000公里的国土范围内都可以正常的使用 它相当于就是一个一直在线的4G电话 它会存一条这个语音记录在本机里面 所以你还可以翻这条记录 如果你错过的话 还可以听一下 好的 那它的好处就是没有距离限制 然后不会串台 两寸的可以交互的彩屏 其实错过了当时的这个聊天 也可以听一些历史 当然4G版它也有自己的一些缺点 就比如说它会有个一秒钟左右的延迟吧 同时它需要付费 头两年免费 然后在两年之后30块一年 然后这两个机器的价格是 1S是249 你买两个的话可能需要500块钱 3SG版的话是399 所以你买两个的话需要800块钱 但是说实话 这个3SG版的话 我也想象不到它的实际使用场景是什么 如果有使用场景的朋友 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和你的使用场景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关注猫记录的频道 智能家居早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